大家好,我是曼曼 今天也謝謝你點開我的影片 這一次要帶大家前往大阪的梅田 從南波搭乘玉壇金線 搭四站就會到達梅田 一從電車走出來後 馬上會看到讓人驚艷的超大的廣告螢幕 因為梅田車站這邊真的很大 所以每次來到這裡都會迷路 不管看了幾次 每一次都覺得梅田車站真的很華麗 光是在車站裡面就有逛不完的店 還能直接通到板吉百貨 今天要去的飲食街 是在板吉的11號出口對面 直直走後就會看到紅色的磚牆 就是這裡 新梅田石道街 大阪最適合干貝的街道 從以前就一直都有的飲食街 這邊聚集了100多間以上的餐廳 在這一條街可以品嘗到 日本道地的國民美食小吃 找了幾間在地特別有人氣的店家 想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間店要前往的是 不管是哪一個時間段 都大排長龍的章魚燒店 Hanadako 口味的部分有一般的口味 還有蔥花美乃滋口味 其中這個蔥花美乃滋 是這家店的招牌 才剛開門沒多久 就已經很多人在排隊了 這一間店也是沒有椅子的 都是點了之後站著吃 在店裡站著吃的話 要等到有空味才可以內用 這家店非常有人氣的招牌目露 像山一樣的蔥花 多到看不到底下的章魚燒 店家特製的沾醬 加上青蔥的味道 整個香氣扑鼻而來 這一家店的章魚燒吃起來口感柔軟 所以在吃的時候要小心不要被燙到了 蔥花跟美乃滋都掉出來了 裡面包的章魚超大一個 章魚燒的沾醬帶有一點點的酸味 搭配上新鮮清脆的蔥花吃起來鹹而不膩 也有表面上淋的微酸微甜的美乃滋 真的很香很好吃 對了 在點餐的時候 服務人員會很親切的問 要不要加美乃滋 如果有不想加的朋友 也可以選擇不要加 再來第二間想要帶大家去吃的是一間 關東煮的專門店 但是問了一下裡面的店員 發現他們4點才開始營業 覺得很可惜 但是只好放棄 尋找第二個後補名單 這裡有掛一個Odent的紫燈籠 這家店最有名的是他們家的民食燒 但是聽說這裡的關東煮也很好吃 所以決定來嘗試看看 這邊也有賣一些很划算的無餐定食套餐 有炒麵定食也有關東煮定食 價錢還蠻划算的 單點的關東煮有分5個價位 今天總共點了4種 雖然說這家店不是關東煮的專賣店 但是這裡的關東煮也是受到非常多顧客的喜愛 這個豬輪好軟好好吃 另外這家店關東煮的湯頭 是用多種食材長時間去熬煮出來的 所以在吃的時候 不僅可以吃到新鮮好吃的食材 也可以感受到擴散在口中鮮美的湯頭 真的非常美味 還有造型可愛的福袋 外層是軟嫩的豆皮 裡面包著口感柔軟而Q彈的麻糬 雖然其他的食材都非常好吃 但是對我來說菜頭才是關東煮的王道 這個菜頭煮得非常的入味 咬下去入口即化 最近日本的氣溫也變涼了 來個熱騰騰的關東煮 真的很幸福 最後用可樂乾杯 再來要去的最後一間店 不管是在地的日本人還是觀光客都非常推薦的 育好燒的專賣店 也有貼著英文跟中文的目錄 但是很不幸的是 這家店目前客滿 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一家店不能在外面排隊 所以只好又放棄 後來查到一間也是非常有名的育好燒店 這一家店有櫃台座位 也有一般的內用座位 櫃台座位的話可以看到全程的製作過程 所以好不猶豫就選了櫃台的座位 塗上沾醬後 再集上滿滿的美乃滋 完成 每一桌的桌上都會有放柴魚還有海苔粉 可以自行添加 切開後可以看到裡面大量的高麗菜 育好燒根據店家的不同 做出來的口感也會有所差異 可以多嘗試幾間找到自己喜歡的口感 像這一家店的育好燒 吃起來質地非常的鬆軟 搭配上充滿香氣的豬肉肉片 以及清脆的高麗菜 這種對比的口感 讓人覺得很新鮮 吃飽喝足後決定來逛逛 從車站就可以直達的 反擊百貨地下街 這裡有賣非常多精緻可愛的伴手禮 以及小蛋糕 還有種類豐富 看起來很可口美味的熟食 這個炸物超誘人 還有這一家的甜點 每一個都做得好可愛 還有這一家的甜點 每一個都做得好可愛 還有這一家的甜點 每一個都做得好可愛 但是看到價錢我實在下不了手 才十月而已 百貨公司已經開始預言年菜了 真的好有效率 這家店的蛋糕 外觀做得超可愛 因為很少來到梅田車站這邊 所以從板擊出來後 覺得時間還早 決定繼續在車站內閒逛 發現一間古早味的糖果店 這個香菸糖看到覺得超懷念 真的是我小時候的回憶 台灣後來好像禁止食用了 還有蠟筆小新超愛的巧克力 跟卡通裡的一模一樣 覺得超可愛 竟然還有一間 蒙布朗的甜點專賣店 看到這個目錄的照片 覺得好療癒 又到了粒子的季節了 一個竟然要1300 我從以前就一直覺得 這個蒙布朗看起來很像 一盤大容量的炒麵 梅田車站這邊真的好好逛 光是在車站裡面 就可以待一整個下午 有非常多甜點 美食 雜貨等等的店 現在日本真的很流行台灣料理 不管去到哪裡 幾乎都會有一兩家台灣美食店 這一間的店名叫做燒豆花 也有販賣像這樣子的套餐 感覺內容都還蠻豐富的耶 我發現有很多台灣料理店的設計狀況 都是這樣子的感覺 目錄做的很可愛 料理還有分時間段 覺得很用心 早餐的部分是比較中式的 有飯糰、油條、鹹豆漿之類的 午餐的話 則是滷肉飯、雞肉飯等等的 因為已經吃不下了 所以致電了一杯珍奶來喝 換個話題 日本這個月已經要開始開放個人觀光了 大家來到日本後 第一個想要去的地方是哪裡呢 每天車站內很有名的全的廣場 每年到了聖誕節的時候 這裡都裝飾的超漂亮 再來隨便走走逛逛 好像又走到了車站的飲食街了 這裡的飲食店真的超多的耶 這一家張記台北的餃子 第一次在日本看到賣鍋貼的店 果然這樣子的鍋貼跟日本賣的尖餃 還是有差別的 好久沒吃了 這裡的飯好像是用台灣茶煮的 用茶煮飯也太嶄新了吧 而且台灣茶飯還能無限吃到飽 還蠻特別的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啦 謝謝你陪我一起閒逛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